抖音的算法是什么 就是我们来仔细分析 抖音的细部算法是什么 刚才有说抖音 其实他关注的算法是在 做影片的创作者 以及看影片的用户 这两块都是他所大数据关心的 所以基本上他也跟YouTube一样 提到就是机器的算法 不会受到人为的干扰 会非常的公平 所以很多的时候 早期大陆在很多人 在开始疯狂做抖音 尤其是商业在应用抖音 想要做生意的人 他们常常会有很多的 所谓大咖的课程 名师的课程 大神开的课程 然后你去上那些课的时候 有的费用非常惊人 都很贵 那大神都会跟你讲 他知道有一些算法的漏洞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 你怎么在钻那个漏洞 并且达到你经营抖音账号 快速涨粉的目标 这样的课非常受欢迎 但到后来你才会发现 这些人大神所说的方式 不仅低 不仅是旁门左道 而且最后你会发现 你其实是被骗钱 那台湾这半年 我也看到开始有了 开类似的课 然后他都会告诉你说 他有一些 可以走抖音漏洞的算法 然后并且快速涨粉 那我必须说 就是后面我待会有一个分析 你就会发现说那样的快速涨粉 跟实际你可以经营好一个抖音号 其实没有那么绝大的关联 真正经营抖音号成功的人 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在关注于 除数据之外本身的影片内容 所以我待会会做分析 这是我们在我们专刊里头 其实就有分析出来的一个项目 就是说究竟对于抖音的算法 它涵盖了哪些项目 在我们专刊里头 我们有这个完整的图表 其中当然抖音本身的构成 它分为账号的经营跟互动 互动包括很多的人会常常听到的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会告诉你说 所有抖音的算法 会跟你的玩播率有关 因为抖音的影片很短 所以对于一个平台来说 它会认定你这支影片是不是一支好影片 然后可不可以被放到我的推荐排行榜 以及呢 我愿不愿意给你更多的流量 来评断你这支是不是好影片 所以它会放在的一个关键词是 玩播率 玩播率本身也是所有整个抖音算法里头 如果以同纪学来说 它的加权比重分数会是最多的 那为什么呢 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跟关注收藏 也是被评分的标准 那为什么要选玩播率是第一 然后其他的加权的比率就会比较低 是因为点赞评论转发分享 以及关注收藏 它是比较容易作弊的 大陆在做电商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说要去刷单 刷单刷单是什么 就是我其实没有这样的交易行为 但是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购买数量 所以那时候我的购买数量越高 我在阿里巴巴或者是这些电商平台被商品排序的分数就会越前头 我要争取前头版面的前十名的时候 很多的电商的经营者他们会去刷单 包括你们现在看到的Sharpy 因为Sharpy现在也有很多的大陆卖家 老实说有很多大陆卖家 依旧还是在刷单 在抖音呢 抖音它会不会刷所谓的点赞评论这类的分数 会很多人可能会去刷这类的分数 所以对于抖音来说 点赞评论转发或关注这类的动作 其实很容易作弊 但是玩播率要作弊相对困难 我待会会讲为什么困难 然后而且呢 也因为它很难作弊 所以当抖音跑出来的数据玩播率 它会是评量你这支是不是一支好影片的一个非常重要核心的关键 那抖音它还有一个非常惊人强大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管你是一个超级 可能就我经营了抖音号 我里头有非常多的粉丝关注我的频道 所以在基本上以YouTube的算法 我的频道会是容易被大家看到的频道 所以我评分会比可能另外一个小白 我的分数要高得多得多 但是抖音不是 抖音基本上你可能是一个拥有几亿粉 或者说几千万粉 对你本身经营频道有加权的作用 但更多的时候它会看中的仍然是玩播率 所以常常在抖音你会遇到一个惊人的事实 就是可能某一个小白突然拍了一支影片 然后那一支影片突然就可能掐中了某一些热点 或者是某一个被别人关注的爆红的点 然后因为那样的内容太好看了 所以它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它有一个极高的点阅率 所以那时候所谓小白也会突然一系成为大咖 在抖音上是做得到的 但是在YouTube上有点难 它关键就在玩播率 就是说怎么样是被评断玩播率 我们现在来看后面的解说 真正的玩播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数学系统 我今天下午认真的想了一个案例 就希望能够把玩播率讲清楚 因为台湾真的大概没有人把这个玩播率说明白 玩播率基本上写了一个A影片跟B影片 然后数字是我先就是假设性的去填 基本上抖音所有的影片它的做法是 不论你是小白或大咖 我们的AB影片其实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丢入所谓的流量词 当我被丢入流量词 我们的影片都是15秒 15秒的影片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就开始在跑马 我的A影片可能100个人 他都会给你同样的流量 就是我们在跑那个奥运马拉松一样 就是说一开始的第一秒我们都是同样的起点 所以我们都会提供100个人来收看这支影片 可是A影片在第二秒的时候 就有10%的人不想看 就刷过了就跳过了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所以第二秒的时候A影片只剩90人 那B影片还有人继续看 好那所以A影片跟B影片就开始有了差距 那那时候你就会看到是什么 在15秒结束之后 所有A影片的完播率 他从第一秒到第15秒 人数比我们都用100来算 人数比然后除以15 他的完播率是50% 所以在抖音 在大陆抖音 他会有一个数据平台写线给你看说 你的完播率秒数是7.5 那B影片呢 B影片他的完播率80% 所以B影片的完播时间比A影片长 黏在B影片的人 看B影片的人 比喜欢看A影片的人很显然 然后多得多 所以B影片本身就会比A影片的完播率要来得好 那他就会有一个呈现出一个曲线 所以完播率不是要把影片100%看完 他只要是你的影片被上架之后 从第一秒他就在算你的完播率了 然后所以他到每一个时间段都在计算完播率 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在中国那时候很多的抖音大神会讲 因为人的注意力是关键6到6秒钟 我们刚才有提到 那抖音的时候有人是说7秒 好 不管5 6 7 所以有人是说 如果我只要把影片拍7秒的长度 那你会不会在你来不及把影片刷走的情况下 我完播了 所以我达到的完播率会比15秒的影片要来得好 答案是错的 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完播率最后他还是会去计算总秒数 真正的完播率的审核是在秒数 注意你影片最后平均秒数的长度 才是完播率最后的一个真正计算的指标 所以哪怕你只有说5秒7秒 我就算是看完了 散完了 但是对不起你的完播秒数有可能比比影片认真拍了一次15秒 然后关注的12秒要来得短 所以你还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用7秒影片来达成你所谓的完美的完播率 那完播率的第二个很吊诡的事情在很多的很多的大陆的一些厉害的抖音玩家其实谈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实际上抖音官方后来也出来做说明说确实是如此 完播率它其实真正更多的比较还比较在一个区度上 就是A影片跟B影片它会被放在同一个标签 比如说A影片跟B影片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什么 比如我们最近大家因为疫苗的事情 大家会很在乎疫苗这件事 所以疫苗的影片可能是很多人会拍 包括你在YouTube上看到不论是政论节目 或者是短影片或者是赞成反对 然后各种论述 然后这种影片可能都会有相当大的点阅量 但也会注意到就是说因为这段时间这一类的影片很多 所以在当这个影片特别 这个主题特别热门的时候拍影片的人也多 所以我们的比较是什么 如果A也拍了同样讲疫苗的影片 B也是讲疫苗的影片 所以我们两个影片才能够做比较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讲疫苗的影片 然后另外刚才同学说他做的是食谱做菜的影片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比较玩波率吗 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抖音它的玩波算法精确到 精确到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同属性 同类目同标签底下来比较玩波率 所以就会产生下面的第二个 玩波率非常重要的核心关键 他们有说就是如果你的影片 因为我刚才有算播放时长 玩波率包括百分比包括秒数 那这个玩波率有五十 比影片玩波率有八十 但是如果总体长期经营频道 频道本身可能会有十支影片 所以你的频道本身就有一个总体的玩波率 会出现在你的平台上 所以抖音它是会也会 除了单支影片的玩波率之外 它也算你整个频道经营的一个效能是 它就会提出说如果你的影片都只有跑在百分之三十以内 那你很难进入到热门影片的流量池 好那所以要三十以上才开始会比较多的几率 好那我刚才说同属性玩波率的一个比较 这边有点难 但是你听懂了你会觉得抖音太强大 所以你在经营抖音的时候 你其实会更有信心 就玩Ttoker你会玩的更有信心 它其实是真的有逻辑有概念有算法 所以我们刚才说同样的玩波率要猜同一个赛道 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做跟食谱主菜有关的影片的情况下 我们两个才会开始做比较 好那我们两个开始做比较的时候 第一个公布应求数据要求的会比较低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一样讲讲主菜这件事 大家会注意到主菜里头其实还是有分 比如说主菜里头如果我是一个四川人 我特别会做四川菜 而且我的抖音频道 主要是我在经营我的抖音频道 我有企图性的去把我自己塑造 我就是一个专门做四川菜的频道 所以呢在整个外面的tiktok上有人讲四川菜的频道的影片 当我可能在我的频道上拍了十只二十只都是讲四川菜的影片 可是偏偏因为四川菜可能不是那么多台湾人喜欢 可是不管就是说我如果真的去经营了那个赛道的时候 同样拍四川菜的影片的人没那么多只有方圆十里之外仅此一加分号 那时候任何人要看四川菜影片的时候只有我 所以我即便完播率很不好可能只有30% 但是我的影片会被放在推荐来 如果有人要看四川菜的影片的时候 所以公布应求是指说突然很多人想看四川菜怎么做 可是抖音上只有我在拍 那时候我的玩播率即便数字很低 但是我一样会变成某一些人手机上的热门推荐来 因为我讲到就是千人千面 就是每一个人的手机翻开的抖音的内容会不同 但是任何人要看川菜影片仅有我在做 所以我会跑在前头 跑在所有人的前头 好那但是高手如临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说疫苗的影片很多人都在关心 到底打这个疫苗会怎样 打那个疫苗的副作用是怎么样 A跟B可能差别很大 所以我要弄清楚 那时候做这样的影片的人会突然很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是任何议题 那这样的影片多很多的情况下 你的玩播率就要高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会看谁的内容好 然后他愿意专注看完那支影片 所以当这个市场上有100支影片都在跑马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玩播率一定要好 你如果玩播率没有超过30 你就有可能上不去 好这就是玩播率的一个核心精髓 所以我说如果有很多的抖音的大神一直在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去达成玩播率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听清楚他到底在讲的玩播率的逻辑是什么 玩播率绝对不是把影片播到最后一秒叫玩播率 还有第二个同样的玩播率 他其实是在不同的赛道中做较劲 所以更多的时候为什么抖音的算法强大 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统计学的秘密分布 所以他不能去做一个单一的思考 而是一个整体频道的经营 那后面我会开始讲怎么去经营频道本身 所以视频的玩播率真的很重要 那么下面呢 他就会比较是说 那你这支影片有没有人点赞啊 评论数好不好啊 转发或关注收场 你会发现说在YouTube上下面的这个部分 他会比较重视的情形 可是在Tiktok上就还好 就是说他也会重视 但是他的分布率或他的一个加权比重 不会有玩播率要来得多得多 他的分数更多的时候是放在玩播率 而他们玩播率的计算精确 刚才我把统计的概念再上统计学课 但是你如果有听懂 你其实对于你后面经营抖音的影片的制作 会有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究竟为什么这些抖音的影片 可以被胜出 他其实有一些具体的做法